Hello,大家好,我是Chloe,我们又见面了 可能你今天看我有戴妆 因为有小伙伴们给我的视频有一些提议 所以他也是希望我如果戴妆的话 可以可能看起来更漂亮一点 其实我是don't care的 因为我是觉得做护肤的视频的时候 我反而不戴妆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更真实的肤质 有时候是淡妆 有时候是完全都没有涂BB霜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肤质的每一个时期的变化 但是偶尔我觉得画得漂亮一点 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 OK好,我们今天录的视频是关于我今天去购物 不算是一个大购物,就算是一个小购物 所以我的视频是关于屈尘式,无印良品,还有莎莎的购物分享 如果你对哪一个我接下来介绍的产品,它的使用感感兴趣的话 我会接下来会录它的使用感的分享 看我的晚餐在后面是凉皮 所以我话不多说,我快点跟大家介绍完了 我就去吃我的晚餐 因为我怕它到时候那个凉皮粘稠在一起 先从最大包的开始说,就是屈尘式的购物 我首先说我现在去买一些护肤品还是彩妆 我会更加的理性 也就是说我会先做功课 或者是有一些好用的,就是囤货 我会做很多的功课,我觉得可以尝试,我才会去买 这个呢,就不算是一个尝试了 这是一个回购品 哪里都有卖,鼎鼎大名的 就是舒缓,很好用 我护肤的第一步 有时候我会拿它喷粉扑 就是让我的粉扑湿润一点 之后打BB霜或者是粉底的时候更服贴 这个就不多讲了 OK,接下来这个是一个K乳 这个是我就是从来都没有用过的 我为什么买它呢 是因为网上这个还是挺火的 说它可以去闭口啊 痘痘长出来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个催熟的过程 去黑头 还挺好用的 它是一个调理乳 它长这样 它是这样一支的 它是一个调理乳 所以算是精华 所以也就是说你配你的精华 你把它当成最后一个精华来用 之后再吐面霜就OK了 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闭口 就是闭合型粉刺 下巴呀,鼻梁这边 个个搭搭的 所以我试一试 如果大家也想让我分享它的实用感 请你们在下面留言哦 好,这个就是K乳了 这个是理肤全的 它的价钱是30多左右 它现在打巴折 OK 再接下来这个就是 在日本这个防晒霜 那个什么空榜的第一名 所以我还是挺想试试看的 它是听说挺适合 这个混合机和油皮的 它上面写的就是动感 就是水状的 里面有这个海洋成分 我现在一直用的这个防晒霜 是这个BO全的 它家的东西都会参一点油 所以很油腻 我10月份我会回国 所以我把这个就 还剩一些我就不用了 我就留作我回国用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蛮好用的 但是不适合新加坡用 所以那么也不要浪费 不要丢掉 所以我就打算回国再用它 而且刚好是10月 我觉得比较适合 那么我接下来就会开这只 这个叫什么 碧柔的 用用看 这个也不算是什么有名的啦 只是一个卸妆水 最近我没有去指甲店做指甲 已经褪色了 我就打算买一只 洗掉 好 这个就是我 沃森 购买的东西了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的是 无印良品 我只买了很少的东西 三样东西 首先我要跟大家 我去买了一个水果味的薄荷糖 我就是想试一试 因为我经常吃它家金桔的那一个很好吃 甜甜的有那种水果的味道 那么这个我觉得一般 你去买别的口 别的牌子的糖 也比这个 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不需要买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很好喝的 这个杨黎的 它是 我觉得它很好喝 是因为它很 让我回到了这个中学 因为它有一个那种水果啤酒的味道 你看它打开 它是有气的那种 全部是口红 之后我觉得我会回购 因为有一种水果啤酒的味道 我很喜欢 这个是三块三 好了 这是一个回购品了 这是我的师傅棉 是大片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莎莎啦 莎莎的购物 好 莎莎呢 现在我觉得这个价钱还是挺划算的 我买这个鸡美金的 鸡美金的 我之前买过蓝色的 那么 最近是买三盒 买两盒送一盒 所以我就买了三盒 算是两盒的价钱 又送一盒 我觉得很划算 这个 听说是这个比较好用 因为这两个是 这一个的 这个 粉红色和蓝色的结合板 网上都是这样传说的 因为作为一个 专业的博主 虽然大家都说 这两个好用 我还是 再尝试一下 这个 这两个是偏保湿 对不起 这个是偏滋润的 对 滋润的 那么这个是保湿的 我蓝色的是美白的 所以我试完了之后 如果大家 对这个面膜的 使用感感兴趣 不妨你留言在下面 让我知道 好 还有一个 也是我有做公课 说一定要买的面膜 果冻面膜 它在网上也很伙食 是这个牌子的 什么 NSV 这个牌子 现在五折 很划算 如果你买两盒 好像打七折 不是打七折 打三折 所以很划算 所以 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 也可以买 这个是我第一次使用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 录一个这个视频 就是它的使用感 好了 今天就是 今天是我们的什么 哈雅瑞 开斋节 所以我们就休息了一天 我就出去回购我的护肤品 好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你对我以上介绍的这些 我的购物分享 清单 你对哪一个产品感兴趣 欢迎你留言在下面 我会过一阵子我的实用感 录一个集合的视频 分享给你们 谢谢 再见